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的路 就在脚下 不要悲伤 不要害怕 充满信息 期盼着明天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穿越时空 竭尽全力 我会来到你身边 微笑 面对危险 梦想成真 不会遥远 孤寂勇气 天兵向前 绝地一定会出现 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怎么能够停止不前 穿越时空 竭尽全力 绝地一定会出现 做好 次 我是 昨天 前 他的使命是维护人类的和平 以及捍卫地球和宇宙之间的和平共存 而胜利队是由TPC精选出来的七名队员组 他们是对抗怪兽及外星人的英勇光荣的战士 干什么讨厌 哪有人睡个午觉 呼都打得那么响的 最近真闲 我每天都是太平日子 虽然太平是好事 但是我们没事干了 你最后一次行动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接到目击太空船报案那次 已经是一个半月以前的事了 奇怪还是没有找到那艘太空船不是吗 就连他也在打瞌睡 这叫春眠不觉晓 没错 正值春暖季节 今年樱花开得非常美丽 随着暖风的向北移动 灾难事件似乎化成了羞耻浮 外星人和怪兽可能也被花香引诱而去了 胜利队的精英们得到了难得的松弛 哎 总部 这里是一号机 定期巡逻一切正常 现在返回基地 明白 大虎 老实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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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对我们这个组织来说 和战争时候相比 和平的时候更加坚定 我保证事件 你受的很有办法 你先贵贵贵 我对你的管理管理有很高的评价 麻布你包费心了很 是 谢谢您的夸奖 这几个月发生了那么多异常的事件 我们人类毕竟的事能长期处理几张状况 对 老二出去散散心 让我们去找找找找 赏花 对啊 偶尔也应该调节一下 太好了 我好久没去赏花了 我跟你们说啊 我对赏花是非常挑剔的 少来少来少来 如果我们全走了 这里不就空了吗 哦对 是得有一个人留下来的 是 不会是我吧 还是我留下来吧 再说还有一些档案资料要整理 这项工作并不一定要你来做 我们用抽牌公平的决定 嗯 好 抓鬼 抽到接着人就留下来 嗯 来 好 哎呀 把眼睛闭起来再抽 啊 武器皇后 啊 好了我们再抽一次 好啊 来来来吧 来吧 大国 再抽一次 你怎么了 实在遗憾 我会好好留在这里的 大家高高兴去玩吧 哇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可以直起来了 哈哈 来吧 就是啊 我来都休息 好 你看 好美 你这样看到美女就是这副德行 我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啊 嗯 别傻了 大宿的受伤的是你 美丽的花都是带刺的 谢谢你的忠告啊 我们的队长就是一个 你们叫什么 没什么 好美啊 这叫一块飘雪 你好 您不是情报局的二阶堂先生吗 有什么事 我是来代替叶瑞瑞 是队长让我去 他可能认为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太安全 樱花飘落春天来到啦 春天来到啦来到啦 你瞧他 是位你怎么的 怎么一点精神都没有 我真羡慕会喝酒的人 没见酒状况干些傻事 我想起来了 只会是一瓶都不能喝的 哈哈哈哈 花笔毛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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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哪 今天这么晚了 都联络时间了是不是 是啊 这个 奇怪 队长 怎么了 好像是电波干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知道樱花为什么这么美丽吗 那是因为樱花树下埋了很多尸体的关系 樱花吸取了尸体中的养泡 才会开得这么歇艳 我已经几次了 被这么多的樱花包围 灵魂都快被他吸引了 小姐 你怎么了 小姐 你不要紧吧 小姐 你怎么了 你不要紧吧 小姐 你怎么了 把我们小姐的突然 她常常这样吗 没有 这是第一次了 赶快送她去医院 我被她下山到有车的地方去 不用了 我去就行了 你们继续赏樱花吧 可是 这是命令 真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赏花了 来 快走吧 不好意思 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小姐 来 小心一点 有没有呀 我的呀 放 Marieør 你们两个是 远方点点的光芒如春夜 樱眶一步手笔直飘落 本不错嘛 这是不是经文啊 拜托 一点都不懂风雅 这是诗歌 懂不懂啊 你没那气质 我看还说算了吧 真是对牛弹琴啊 诗歌是从心灵深处发出来 连鬼神 怪兽都能够被诗歌感动 这在古今集中也提到过 那怪兽出现的时候你就脑松日本诗好吗 好啊 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别看我这个样子 我可是TPC六歌仙之一的诗人啊 可是我记得 你参加的那个社团只有六个会员 闭嘴 奇怪 怎么啦 刚才的那个老头不见了 彼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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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大谷 大谷 出了什么事啊 一个月前没有找到的那个不明飞行物体 可能就潜伏在那里附近 你说什么 自动性中断可能也是这个人 是的 那里有没有异常现象呢 队长 剧监惠队长 你好像醒了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从类似他的心理 马龙星球来的马龙星人 为了以后搬到地球上居住 进行侦探 搬到地球之中 对 因为我们的马龙星 他的寿命已经快要终结 大地几乎都变成沙漠 谁也已经面临枯极 所以说 我们必须搬到新的星球去住 正因为如此 我们走访了很多星球 结果最后涨到了地球 你们太自私了 可是我们在地球上 发现了一个障碍 那就是胜利队 并且我们认为最保险的方法 就是把队长抓起来 太好了 你竟然这样乖乖地刺头罗网 蓝色的大海 绿色的大地 还有那美丽的樱花 这些都将是我 你们休想 我不会让你们的阴谋得逞的 真不愧是队长 你知道吗 快说 把地球的防御系统告诉我们 那是什么 这里是一号机 我去跟踪那艘太空船 这里是总部 接收到那艘太空船发出的讯号 这里是总部 接收到那艘太空船发出的讯号 不要再追过来 你们的队长在我们的手里 可恶 我去看你 不准备 他们打算要炸掉这里呀 快呀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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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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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你们在那儿啊 大姑 你不是应该留在基地的吗 我是被叫来的 因为晚上的樱花实在是太漂亮了 什么 马农新人的阴谋被粉碎了 不过这些外星人倒是挺懂得欣赏樱花的 总而言之 对于漂亮的花朵还是小心为妙 小心为妙 大地渐渐松心 一丝晨光 打破热夜的心情 炙热的心在跳动 祈祷和平降临 我们一起追寻 前途弥漫 轻轻轻和险均 心中呐喊无边天际 放射光明 看到白蓝色的星宾 是我们永远的守候 你永远的守候 我处理在这里 倾听风的声音 来帮我的人情 在飞翔 带着那灿烂的希望 我们牵手并肩 转眼时空气线 冲破黑暗 你永远是我的英雄 PPC基地内 关于梦幻怪兽的风声 越来越广 年轻的丽村才猛 非常不断 他掌握着各种情报 快找出怪兽 法尔顿的真实身份 欢迎收看 迪迦奥特曼的下集 蜃楼的怪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